早评 户指低开0.1% 煤炭 汽车整车板块领跌 网易财经1月11日讯 A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 户指低开0.1% 深城指低开0.03% 创业板指低开0.03% 盘面上 医药商业 物流 有机硅等板块涨幅居前 煤炭 汽车 数字货币等板块跌幅居前 创业板新股维科科技性价扑发 招标股份高开137.64% 今早 香港恒生指数开盘跌0.29% 腾讯 美团涨超1% 阿里巴巴跌超2% 小米集团 商汤 比亚迪股份跌超1% 隔夜美股尾盘拉升 三大指数收盘涨跌不一 那只收涨0.05% 盘出一度重挫2.7% 道指跌0.45% 标普500指数跌0.14% 抗一概念股集体上涨 马德纳涨超9% 诺阿瓦克斯医药涨超6%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 精锐教育跌超33% 小鹏汽车 理想汽车跌超5% 碧哩碧哩涨超6%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有针对性扩大最终消费和有效投资 调常态化 制度化开展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吕贵新1月10日表示 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执掌意见 汤铁行业探达峰实施方案 后续将陆续出台 两支芯片大牛股国科威和景嘉威 几乎同一时间发布了大基金减持公告 按目前股价算 合计减持金额差不多15个亿 国科威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 拟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4万股 不超过总股本的2% 2022年新年一时 多地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开工 据统计 截至1月10日 这些重大项目的总投资规模超过3万亿元 同时 通过近期各地政府会议表述来看 2022年地方推动基建投资发力稳增长的重点见次清晰 水利 交通 能源和互联网新基建等被多次提及 国城证券研报认为 技术面看 虽然当前指数右侧位置尚未明确 但护指周一表现强势 展现出市场在当前点位具有较强的韧性 即使最低点位还未出现 指数大概率已置地步区域 无需恐慌 操作上 在当前市场资金风险偏好降低的背景下 短期建议配置低位低估值的防御型品种 如基建 遗产产业链 保险等板块 待市场风险释放完毕 高增速的新能源 光伏及半导体板块仍值得关注 但板块经过去年的大涨 各个标的将出现极致分化 躺营景气板块的策略难以奏效 会更加考验投资者的选股能力 山西正建称 对A股市场而言 未能迎来开门红 一方面是受外盘情绪带动 另一方面或源自前期资产价格 对于市场一致的宽松预期已有所消化 接下来一段时间 市场在震荡中呈现结构性行情 或为大概率事件 在悲观预期编辑修复 宽松政策逐步落地的宏观背景之下 市场或将迎来高低切换 估值处于低位的板块净可供 可可守 特质性价比较优 建议结合估值水平 产业政策 盈利兑现能力三方因素 均衡配置低位板块 海通证券称 当前市场机会略大于风险 目前不可否认的是 一些行业正在底部齐稳反弹 比如地产 保险 家电 建材等 而这些行业往往伴随着政策面 和经济环境的改善 且估值比较低 调整时间充分 一定程度上可以给指数带来足够的支撑 板块上 建议继续重点关注 受益于地产政策相对性放松 且出现底部反转行情的家具家居 家电和建材等板块